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贝敏 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 有的穷到残风露宿 有的绝望到自我了结 社会顿时变得千疮百孔 为了不让更多的悲剧发生 国内多个地区的民众 民间团体和代议士 发起举白旗行动 不是叫人投降 而是呼吁那些陷入困境 无助绝望的人不要放弃 勇敢发出求救的信号 让有心人士提供援助 若佛新山华阳城就有一名无意男子 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 住家门口挂上白旗的照片 并附上几句话对外求助 他指出 家里有年幼的孩子 妻子有孕在身 对于肿破的处境 他已经身心疲惫 不知如何是好 有关贴文不仅引起了网民的关注 也引来了重信党 伊斯干达成州议员服务中心官员 及时为男子送上食物栏和现金援助 行动党幕为国会议员 拿督尼可汉的政治秘书 黄天荣也呼吁民间 发起住家外 举白旗运动 号召需要食物援助的人民 不要放弃勇敢发出求助信号 而槟城大山脚也有好心人 48岁的洪国汉在6月26号凌晨 看见一名相信是印译的男子 在邻居住家门外垃圾桶翻找食物 他立刻从家里取出一些钱 开着车寻找那名已经走远的男子 让对方收下 他也依稀记得 上个星期晚上遛狗时 看到一对华裔夫妇 也从垃圾桶里翻找食物 这个现象令他感到十分心酸 疫情不一定会直接通过病毒夺人性命 但是会间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力 昨天在交赖乌拉港天桥 调紧自杀的华裔男子 就因为在两个月前失业没有了收录 而身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女儿 随后也确诊新冠肺炎 让她彻底崩溃选择死亡 行动党乌拉港州议员黄施奇透露 根据警方的调查报告 死者相信是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 一时想不开才会轻生 根据死者的小儿子告知 死者和妻子育有三名孩子 死者夫妻和女儿同住 三人齐齐确诊 妻子目前还在家户病房插管治疗 至于女儿还在居家隔离 情况稳定 王施奇承认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他希望民众如果有需要帮忙的事 应该说出来 或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马清总团长拿督王小婷 已经协助死者办理身后事 遗体会在这个星期四领出火化 他也希望 民众不要散播不实资讯 以免二度伤害死者的家属 新冠病毒四处肆虐 但还是有民众不把疫情当作一回事 家影乌拉港 斯迪亚花园祖屋区 爆发新冠肺炎感染群后 当地还是有很多路边小贩和居民 违反防疫SOP 不是多人群聚在档口 就是没有戴口罩 令其他乖乖遵守SOP的民众们 大感不公平和不满 居民赖先生指出 租屋外面的商业区 从去年三月行动管制令以来 就多了大约二十个路边小摊贩 有小贩不戴或是没戴好口罩 有些人甚至没有保持人身距离 他向中国报投诉 其中一个榴莲摊位 十多人挤在一个摊位 没有人身距离 虽然曾经举报居民伪令 但是警方要求组屋联合管理机构 自行劝导居民和小贩 市民还拍到 一些青少年无视封锁令 没戴口罩群聚踢球 完全不把可以夺命的病毒放在眼里 另一边乡 Rabbit KL今天在面子书发帖 证实一名在6月25号上午9点 搭乘格拉纳在野县 清快帖的乘客确诊新冠肺炎 触请同时段的乘客 观察自己是否出现症状 这名确诊的乘客当天早上 从额麦站出发到安邦房站下车 下午2点则从安邦房站回到额麦站 国内疫情方面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又标增到6437宗 新增死亡病例突破100人 一共107宗 而且加护病房留医的患者人数也回升 一共905人 其中455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雪兰儿依旧是病例最高的周数 新增2299宗病例 吉隆坡暴增1360亿宗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纪录 恒博社星期一公布最新全球抗疫排行榜 大马因为接种疫苗速度缓慢 加上疫情再度爆发 排名从5月的第35名 再推到第51名 成了53个国家中的倒数第三名 排行榜中 比如瑞士、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因为向接种了疫苗的游客开放边境 加上住院人数有所下降 目前名列前10名 亚太部分国家因为边境限制导致排名下降 大马因为同样原因 接入排名的后半部分 倒数第三 而疫苗接种工作停滞和疫情再度爆发 加剧了局面 至于疫情爆发的初始地 中国目前在亚太地区排名第八 美国则依靠快速且广泛推行的疫苗接种 跃升全球第一名 贩毒集团为了赚钱 无所不用其极 管制令期间无法跨州 贩毒集团竟然通过拖车网站 委托拖车来运毒 结果遭警方充公多达2000多万令吉的毒品 成了霹雳州今年内最大宗的毒品案 无机安曼速毒局总监拿督拉扎鲁丁 今天在霹雳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6月26号傍晚6点多 警方在一粒东西大道7公里路段 拦截一辆正从吉兰丹前往霹雳的拖车 当时拖车上还载着一辆休旅车 大力 这批毒品以茶叶包装 总值2372万8850令吉 警方当下也逮捕了 两名分别58岁和27岁的巫医父子 两人在吉兰丹经营拖车生意 在拖车网站接下这笔生意 调查发现两人都没有吸毒 也没有犯罪前科 警方延扣两人7天住茶 目前还需要深入调查他们的口供 镜头来到雪州沙灯 一名18岁华裔无业青年 为了1000令吉的酬劳 通过社交媒体应聘 成为贩毒集团的跑腿 将市值72万令吉的冰毒包裹 送到普中一家快递公司 结果第一次干案就失手 警方事后发现 这名青年没有犯罪前科 但是有吸毒 恐怕将面对死刑 或者终身监禁的重罚 警方指出 这个贩毒集团已经活跃了5个月 且非常的狡猾 在包裹上写上假地址和真号码 等到快递公司发现地址有误后 联络有关号码时 他们在提供真的运毒地址 警方数据显示 我国实施行动管制令469天以来 也就是到6月27号 一共接获16452宗破门刑窃投报 和行动管制令之前的20875宗投报相比 下降了21.2% 落网的5518名偷窃犯当中 有3572人是失业人士 来看国际消息 欧盟国家决定落实疫苗电子护照 从7月1号也就是星期四开始 接种过疫苗的民众只需要出示手机就能通关 大大提高了欧洲旅客穿梭的便利性 但是欧盟各国需要确保 飞机乘客抵达机场前 已经办好了相关的手续 避免出现混乱 随着旅游旺季来临 欧盟各国纷纷开放边界欢迎旅客 但是前提是检测结果呈阴性 曾经染疫但已经恢复健康 和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才获准入境 其中接种过疫苗的人 除了可以出示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 7月1号开始 还能使用手机应用程式的疫苗电子护照 加快通关的速度 不过代表欧洲最大航空公司合机场的团体警告说 除非欧盟各国更好地协调疫苗电子护照的安排 并确保飞机乘客抵达机场前 已经办好相关手续 否则各国机场恐怕将出现混乱和长时间等候的情况 英国单日新增了2万多宗确诊病例 创下了1月底以来的新高 但是首相约翰逊还是说 有望如期在下个月19号撤销防疫限制 英国目前累计确诊病例高达 475万5078宗 12万8103人死亡 新任卫生部长贾德卫也说 人民都知道无法彻底消灭新冠病毒 需要学习和病毒共存 防疫措施也必须终结 另外科学家指出 Delta变种病毒比最早在英国发现的Alpha变种毒株 传染性要强60% 除非各国加快疫苗接种进度 并加强防疫力度 否则病毒的传播力就会更强 澳洲方面就有至少两宗传播案例中 擦身而过的人们是在大约5到10秒内接触旧感染 另外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混用辉瑞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 能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 报告指出 相隔4个星期分别接种一剂有关疫苗 能够产生高浓度的抗体 原本定在星期二出发的迪士尼梦想号邮轮 因为5名船员的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前后不一致 决定推迟疫情爆发后的首次返航 该公司发言人星期一表示 该邮轮有将近600名船员接受检测时 其中5人的首次结果呈阳性 第二次检测结果呈阴性 但是他们都没有出现症状 并已经接种疫苗 但是为了安全 公司决定取消这回的测试巡航 澳洲方面 在悉尼和达尔文之后 博斯和布里斯班星期二也发出防疫居家令 全国如今大约有1000万人 受到封锁措施的影响 另外纽西兰宣布 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局部恢复和澳洲的免隔离旅行安排 首都威灵顿过去一个星期 没有出现新确诊病例 因此当地所有防疫限制措施 也在星期二解除 菲律宾首都地区河洲边省 现有的行动限制措施将延长到7月15号 中部和南部地区则继续实施更严格的封锁 中国共产党将在7月1号庆祝百年党庆 北京昨天在森严的保安下举行大行文艺演出 包括烟花表演等等 新闻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中国在熬过冠病疫情后 难得的举国欢腾的画面吧 我是贝敏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